再吃早餐了 快點吃,吃飽了上學 這個是夜夜煮的餛飩 去上學了 很好吃吧 拜拜了 大家早上好 現在是早上9點多 但是我還是挺早起來的 今天早上6點不到我就起來了 因為小孩子要上學 然後他們吃完早餐上完學 我又上來這個房間這裡休息了 休息了幾個小時 今天精神狀態是好很多的 人也比較精神,臉色也好看多了 主要可能也是昨天比較早休息 然後感覺人狀態好一些 不過感覺精神是好一些 但是手腳還是挺軟的 估計這幾天確實是太劳累 所以才會有這些症狀的 但是我相信好好休息 這些症狀也會慢慢消失的 現在我和彪哥就準備出發去倉庫了 彪哥就送我去倉庫那一邊 這幾天都是彪哥一個人去倉庫那邊打包 但是彪哥說這幾天的單量是比較少的 都是幾單幾單 也是辛苦彪哥了 就來回跑嘛 每天從家裡跑到倉庫那一邊去 雖然只有幾單 但是彪哥還是堅持過去那一邊發貨 現在我就準備收拾一下出發去倉庫了 你叫什麼? 加寶果 加寶果 好多 這些比較少 算少 是嗎? 有些叫它摘了 加寶果 你看 黑色的 對 哇 甜料很甜 我們下去了 走吧 出發了 已經到倉庫了 我和彪哥已經過來倉庫這一邊了 現在彪哥打開電腦的後台 把單拿先打印出來 打出來待會就把貨直接發出去 我待會就跟彪哥一起打包這邊的黑糖和辣椒醬 因為之前打包的黑糖和辣椒醬也賣得差不多了 因為之前打包的也不多 所以這兩天就趕緊把這些先打包一些 因為過兩天阿龍要跟我直播賣辣椒醬還有黑糖 所以趁著有空就先打包 也不知道賣得多還是賣得少 就先預備一下 再加上彪哥在這裡幫忙打包會快一些 到時候他回去就是 他要在家裡面照顧奶奶做一些家務活之類的 所以到時候也是我一個人在倉庫這一邊的 彪哥也辛苦你了 又要開車送我過來 然後又要幫忙打包 待會又要趕著回去家裡面 所以還是辛苦彪哥了 貨呢都已經發出去了 彪哥呢我呢也讓他早點回家了 因為呢奶奶做了手術嘛 然後呢也需要照顧之類的 小孩子呢也快放學了嘛 所以呢就讓他早點回家 剛剛呢彪哥呢就回去之前呢 我就讓他把今天的這個單先送過快遞公司裡面去 因為呢今天的單比較少 所以呢快遞公司呢也不上門收件嘛 就讓他直接送過去了 彪哥回去了呢 剛剛呢我呢就在倉庫裡面 撿視頻呢也收拾了一下倉庫 所以呢就花的時間比較多 一待呢就待了幾個小時了一個人在倉庫 現在呢也比較晚了 我呢就就整理一下吧 稍微整理一下就準備開電動車要回去了 剛剛呢電動車也沒什麼電 所以呢我呢也邊在這裡撿視頻邊充電這個電動車 現在呢也大概充好了 我呢就準備回去了 阿龍呢也提了新車 所以呢心裡面呢很替阿龍開心啊 待會呢回家看一下阿龍的新車在不在樓下 在樓下的話就稍微瞄兩眼再上家裡面 好了現在呢就準備回去了 去醫院呢帶著衣服呢還是比較多的 放在車頭前面吧 門呢已經鎖好了 東西呢也放好了 回家了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阿龍的新車了 哈哈哈 我呢已經回到家樓下了 剛剛那電動車呢已經放好了 現在呢我就去看一下阿龍的新車 剛剛看了一下還是挺大氣的哦 好了現在已經到了阿龍的新車 好大一部啊 好氣派哦 這個新車 這顏色也很好看 這顏色淡淡的牛油果色 特別是這個輪子 好大一個啊 挺高的哦 哇好好看啊 新車就是不一樣 好長啊 不錯不錯 現在呢我呢已經看到阿龍的新車了 站在阿龍的新車旁邊 好大氣哦這個車 阿龍眼光還是很不錯的 好高啊感覺 我感覺上去都要跳上去了 感覺了 在這裡看了一下裡面還是可以的 不錯的 明天呢就讓阿龍帶我來做一下他的新車 感受一下 現在先上去吧 好好看啊 阿龍的新車還是很不錯的 好了回家了上去了 也好幾天沒有看到媽媽還有阿龍他們了 不知道阿龍呢什麼時候出發呢 估計新車到了也馬上快了 回來了媽媽 你在忙什麼媽媽 做的這個是壽桃嗎 對啊 做的好亮哦 這是菩薩生日 明天是菩薩生日啊 明天是菩薩生日啊 你自己做的嗎 這個是我們大家做的 大家一起做的 是吧 回到家了媽媽就在這裡 做好這個壽桃啊 綁起來 媽媽做的這個壽桃還是可以的 不錯的 這個是跟幾個阿姨一起做的是嗎 媽媽 明天是菩薩的生日對吧 媽媽做的這個 不錯吧 這個是葉子 做的稍微小一點點 但是呢還是很漂亮的 還打包起來了 明天拜菩薩的 阿龍和半斤下去 下去完了是吧 是啊 哦下去完了 難怪我說一進來都沒有看到半斤來迎接我 待會就能看到他們了 剛剛我看了一下阿龍的車哦 還可以哦 好有氣派的感覺挺高的 你看那個車 挺高哦 對啊挺高的哦 我上下都有點難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看來我們長得太矮了 哈哈哈哈 上下都有點難了媽媽說 今天要站著那個那個什麼 腳要麥高一點是吧 哈哈哈哈 我們長得都不高 所以上去會有點困難可能 對 明天我要去體驗一下阿龍的新車才行 哈哈哈哈 阿龍和半斤回來了 哈哈哈哈 那要去跑步 對啦去跑步來是吧 難怪我一回來都說沒看到你們了 哈哈 我剛剛看到你的新車了嗎 是嗎 好大氣哦 哈哈 哎呀 半斤 半斤又鋪上了 不能這樣子了 幾天沒見了 又激動了是吧 又丸子吃完了嗎 他 還沒有是吧 還有一些是吧 慢慢吃幾天吃幾個就好了 他跑得好累哦 哈哈哈哈 讓他喝點水吧 哈哈 站在廚房門口幹嘛 你又在看有沒有吃的是不是 你看 媽媽你看他又盯著你 哈哈 一直守在廚房這裡 就是想吃 小吃貨 對 來啦 把東西放進去了 哎呀 這個床 床肉 你好 這個是阿龍給我買的 他看到我這個床有點壞了 所以呢 又重新給我買了一張了 哎呀 太好了 阿龍 他有在滾的床肉給我三個線 哈哈哈哈 我怎麼沒東西看錢呢 他說 搬走還要錢是嗎 二十塊錢你就要拿下來都不上樓 哈哈哈哈 不上樓拿是不是 上樓拿就要加多十塊 哈哈 媽媽說幫我換這個床肉啊 抬下去還要收費呀 哎呀半斤 半斤清了我 哪裡都是口水了 半斤 小姐妹在這裡有沒有好好聽話呀 呆呆的看著了 半斤 來給大家看一下 來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嗯 半斤跟大家打一聲招呼啦 是啊 哎呀 又驚得我一臉都是口水了 半斤 雖然呢 他沒有那麼激動了 但是呢 半斤太熱情了 總是要親我 好了 跟大家說拜拜啦 再見啦 啊我們下一個視頻再見了啊 拜拜 拜拜